节膜炎一般几天才能好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杜扇霜 西岩市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眼病诊疗中心 副主任医师 节膜炎看是什么病原体感染了 如果是细菌性的 我们用药时间比较短 一般一周最多两周 它慢慢就好了 那么如果是真菌性的 那么由于真菌的药物是有限的 那么用药控制炎症的速度也比较慢 那么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能需要甚至有些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恢复 那么根据它的节膜的感染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常见的还有病毒性的感染 病毒性的最少最少应该在两周左右 那么它的病毒从复制到你自身产生抗体 这个时间一般都是两周左右 甚至有些人是三到四周才能慢慢完全愈合